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993集 焦急 有些茫然的费了好久 白小春终于确定了 自己所在的地方的的确确就是北脉 只是如今的北脉在这短短的几年里 模样变化之大 让白小春始终觉得如同梦幻一般 整个北脉几乎八成的区域已经没有并远了 露出漆黑的泥土 还有那泥土上数不清的丛林 这些丛林的植物 仔细去看全部都是月亮花 白小春额头有些冒汗 他觉得自己当初似乎有些玩大了 他尽管知道月亮花很强悍 可却没想到居然只是数年 对方竟完成了对北脉的战局 而更让他诧异的 是北脉居然任由月亮花扩散 竟没有去清理 实际上白小春不知道 不是北脉没有去想办法阻止月亮花 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另外战争的出现也让北脉的半神以及天人无暇去理会月亮花 全身心的投入到蛮荒的战事里 谁也没想到短短的几年 这月亮花居然扩张到了如此程度 等北脉众人将要回头去处理时 已是短时间无法做到 而且满荒之战也到了关键时刻 半神也好 甚至天人也都无法抽身 白小春一路震撼 看着那些月亮花迟疑中前行 直至远远的看到了九天云雷踪 好在这里的变化不是很大 四周依旧是冰原 而此地也是整个北脉仅存的冰原了 在其四周 无数的月亮花已将九天云雷踪层层包围 甚至九天云雷踪的两尊雕像 此刻也都融化了不少 已经看不清长什么样子了 仿佛两根巨大的冰柱 这一切让白小春很是心虚 可想要回密河宗 这九天云雷踪的传送阵最为方便 白小春只能硬着头皮缓缓靠近 可随着靠近 白小春慢慢更为诧异 他发现整个九天云雷踪居然没有一个天人 半神也不在 甚至此地的修士居然也都少了近乎七八成之多 方言看去 能看到的大都是铸鸡修士 还有更多的则是宁气 而树梁也很是稀少 使得偌大的宗门看起来很是荒凉 若仅仅如此也就罢了 九天云雷踪如今存在的修士 一个个都心神不宁 叹息之声视而回荡 这一切让白小春内心咯噔一声 有种不妙的预感 他没有迟疑 一晃之下 只本九天云雷踪 刚一靠近 此地护踪大阵木然浮血 要去阻挡白小春的靠近 与此同时 刚有强烈的示警之意 在整个宗门撤向 引起所有修士的注意 怎么回事 迪西 迪西 随着阵法的警示 整个宗门顿时慌乱起来 九天云雷踪的阵法 虽强悍 可对白小春而言 不死尽想 一切阵法都是摆设 他没有半点停顿 迈不接 直接就踏入 九天云雷踪的阵法内 出现时 已然在了半空中 瞬间 一道道带着惊恐的目光 从云踪与雷踪上 猛的落在白小春那里 很快的就有人认出白小春 尸声惊呼 是白小春 天哪 他怎么来了 他不是失踪了吗 该死 半神老祖与天人都在战场 这白小春突然杀了他 又干什么 震震惊呼 带着颤音传出 使得九天云雷踪立刻轰鸣 白小春内心不妙之感 越发强力 此刻眼看四周大落 他猛的低吼了一声 都给我闭嘴 这声音超越天雷 直接炸开 使得九天云雷踪 所有人都震耳欲聋 昏昏沉沉之下 瞬间就安静下来 告诉我 为何你们这里少了大半修士 云雷子呢 半神老祖呢 都去什么地方了 白小春焦急 右手抬起 指向一位 驻击大圆满的修士 立刻问道 这被白小春制止的修士 身体遗产 赶紧的恭敬拜见 不甘有半点隐瞒 急速开口 四大圆头送门 与满荒开战 所有人都去了满荒战场 什么 热句话 落入白小春耳中 杜尔氏就化作了雷霆轰鸣 白小春呼吸 猛的就极醋无比 他没有去听后面的话语 此刻满脑子都是对方所说的 满荒与通天的战争 对其他人来说 这场战争持续了数年 已经习惯 可对白小春而言 这是首次听到 他喜神顿时不宁 他想到了弟子白浩 想到了巨鬼王 想到了红尘女 他已经没时间浪费在北脉 一晃之下 直奔九天云雷宗的传送阵 以他在九天云雷宗的名气 一句话 立刻九天云雷宗的弟子 如同宋温神一般 全部出力开启阵法 随着阵法运转 随着白小春的身影 在那阵法的光芒中消失 四周九天云雷宗的弟子 纷纷松了口气 源头纵门的传送阵 可以横跨整个通天海 将四大源头纵门连接在一起 此刻随着阵法的开启 当白小春的身影再次出现时 赫然从北脉到了东脉 回到了星空倒极宗 星空倒极宗的传送阵 修建在蓝色彩虹上 此刻阵法的突然震动 光芒的骤然降临 使得星空倒极宗的弟子 一个个都心神震动 齐齐看去 看到一个模糊的身影 出现在了传送阵内 徐宝才也在人群内 按照他的修为 原本也是需要参战的 可却因一次重伤 回来修正 按照军令 他自己也知道 怕是再过一段时间 连同自己在内的一些人 都要重新回到战场上去 可他已经精疲力尽 这几年他在战场上 看到了太多的死亡 内心的恐惧已经消散 却而代之的 则是强烈的疲惫 而他的伤势极为严重 当初若非是对方 看到自己是逆河宗之人 收回一些力道 怕是他已经死在了战场上 哪怕对方收回了力道 可还是使得 徐宝才这里重创 修为崩溃 跌落到了主机 甚至 哪怕此刻恢复了一些 可徐宝才明白 自己这一辈子 在修为上 都无法有寸进了 想到这里 徐宝才心底惨然 他不知道这场战争要持续到什么时候 而战争的激励 短短的几年里 无论是蛮荒还是通天大陆 都死伤极为惨重 他也意识到 或许自己没有再回东迈的机会了 或许下一次去战场时 那里就是自己的埋骨之所 此刻 传颂阵的光芒 也一样引起了他的注意 可也没有太过在意 只是扫了一眼就收了回来 可还没等众人 看清降临之人的样子 一股强悍的 让苍穹寺压下来的神石 就直接从传颂阵上爆发开来 好似飓风向着星空倒计宗横扫 所过之处 整个星空倒计宗 全部范围都在这一树 没有丝毫隐藏之里 全部被这神石笼罩 这神石的强悍 立刻就让所有人心神颤抖 徐宝才也是倒吸口气 他在战场上遇到过类似的神石 这在他看来 是超越了天人的半神老祖 才能形成的风暴 半神跪来 徐宝才还没等反应过来 突然的 他的耳边就传来熟悉的声音 徐宝才 啊 徐宝才一愣 脑海还在空白时 他所在的居所内 突然许无扭曲 白小春的身影一步走出 当他站在徐宝才面前时 徐宝才呆呆的看着白小春 还没反应过来 直至白小春眉头皱起 右手抬起一挥 一股柔和之力 顿时涌入徐宝才体内 卡卡只声回荡间 竟直接的就将徐宝才的所有伤势恢复 感受着体内的温暖 与修为的波动 感受着 那让他绝望的伤势 居然眨眼间就彻底消失 甚至修为都在飞速的攀升 要重新回到结单 这一切让徐宝才神情恍惚 尸声惊呼 白小春 少祖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